在感情里,女人只要深深爱过一个男人,即便后来不在一起了,她也很难忘记,一方面,女人曾经投入了全部真情,若是无法走入未来,她会留下遗憾,对过往的爱情很难释怀。 另一方面,无论是爱而不得,还是遭受了伤害,女人都不能很快放下过往。 在后来的日子里,她们依然会想起那些伤痕的爱情,因此,女人对于旧情人,有着某种眷恋,或者是被伤害以后,留下痛恨的种子,导致一直对过去的情感牵扯不断。 就算后来,有了新的爱情,女人还是会在不经意间,回忆从前的时光,迟迟不能从伤痕的爱情中走出来,那么,为什么女人忘不了旧情人,可能是以下三个原因。 很现实,一,爱而不得的人,是女人心里的遗憾,女人在曾经的爱情中,投入了所有的真情,一心想和心爱的人走入婚姻,可是,由于种种原因,这段感情还是走散了。 这对女人是莫大的打击,当两个人挥手告别后,女人内心会很伤心,甚至躲起来悄悄流泪,无法释怀内心的伤痛,每当想起那个爱而不得的男人,女人都会有无限的感慨。 内心的遗憾特别强烈,导致一直放不下过往,在生活中,也许一个不经意的事情,一个熟悉的物品,一首曾经和恋人听过的歌,等等,都可能勾起女人伤感的回忆。 于是,她们一次次想起从前,回忆那些美好而又伤痕的恋爱时光,心中无比伤感,所以,女人对于爱而不得的男人,可能很久都不能释怀。 二,就算后来恋爱结婚了,但那些爱情里留下的遗憾与美好,都将伴随她,无法消退。 二,欲人不说,特别痛恨伤害她的男人,在过往的爱情里。 如果女人投入了真情,却被男人辜负了,她们会非常痛苦,那时,女人以为找到了真爱,全身心付出,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了男人,可是,她们太年轻了,并不懂得识别男人的真心,导致欲人不说,就这样被辜负和伤害了。 于是,即便关系结束以后,女人也不会忘记旧情人,而是特别痛恨她,心中的伤痕始终不能释怀。 而且,在往后的很多日子里,女人只要想到旧情人的伤害,她们都会以泪洗面。 既为当初的爱情不值得,也为被伤害后留下的伤痛而痛苦,因此,她们很难忘记旧情人。 对年轻时的爱情感到深深的不值,伤害越深,越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。 朋友于小姐就是如此,她以前出了一个男朋友,以为找到了真爱,便全身心投入。 男朋友当初对她特别好,很会哄她开心,经常给她送礼物,营造了很多浪漫的仪式感。 而且,男朋友还对她许下承诺,会一直爱她,尽快娶她,给她幸福的生活。 正当于小姐憧憬美好的未来时,却偶然发现男朋友和另一个女孩子有暧昧的关系。 刚开始,于小姐还不相信,直到有一天,她撞见男朋友和那个女生牵手,拥抱,才确定她变心了。 可是,当时的于小姐,已经和男朋友同居快半年了,什么都付出了,却被辜负和伤害了,一时让她无比痛苦。 但是,于小姐也不能继续消耗下去,只得忍痛离开,这也导致她往后无法释怀这种伤痛。 即便后来结婚了,于小姐只要想起旧情人,都会很痛苦,为当初的自己不值,对旧情人更加痛恨。 所以,女人若是曾经遇人不说,她们身心受到伤害以后,必定会痛恨旧情人,或许一生也难以忘记。 三,被旧情人纠缠,关系断不彻底。 女人之所以忘不了旧情人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,她们一直被旧情人纠缠,导致关系断不彻底。 这时,女人就算想放下过往,但旧情人却一直联系她,对她纠缠不休,自然无法摆脱,比如,关系结束以后,有些男人还想挽回女人,便会不断地找她,想跟她破镜重圆,或者,男人出于玩暧昧的心理,不断地纠缠女人,想保持某种情人关系。 对她死缠乱打,再比如,旧情人品行不好,总喜欢纠缠女人,不断地发消息,打电话,让女人无法安下心来,即便女人删除了联系方式,但男人亲自来找她,必定会打扰她的生活,关系始终处于藕断丝连的状态。 所以,女人面对旧情人的纠缠,可能不能忘记过往,这也给她的生活与情感,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和痛苦。 总结来说,女人忘不了旧情人,可能是这三个原因。 爱而不得的人,是女人心里的遗憾,欲人不说,特别痛恨伤害她的男人,被旧情人纠缠,关系断不彻底,可见,女人曾经真爱过一个人,或者被某个男人深深伤害过,他们都无法放下过往,一旦想起曾经的恋爱时光,都会对旧情人有某些情愫。 不论是心中的遗憾,还是痛恨曾经被伤害,都将留下深深的印记,这也提醒女人,在感情里,一定要坚守原则和底线,但凡看不到男人的真心,看不到未来的希望,都别贸然付出自己。 或许,每个人的生命中,都有那么一段旧情,时常让人在深夜十分独自缅怀,女人尤其如此,她们的内心深处,总是藏着一个影子,那个曾经让她笑过,哭过,痛过的人,在爱情面前,总有很多女人会迷失自我。 为了心爱的人,甘愿付出一切,只为换取对方的开心和满足,这种付出,让女人在爱情中找到了自我价值,也让女人对这段感情投入了太多的心血。 就像张爱玲说的那样,爱一个人,会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,低到尘埃里,开出花来,这种不顾一切的付出,让女人在爱情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,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 一个前同事,就是这样一个女孩,她对爱情的付出无怨无悔,为了心爱的人,她放弃了出国的机会,留在她身边,支持她的事业,尽管最后的结局并不完美,但她从未后悔过她的选择,她说,至少我为了爱情努力过,付出过,此生无悔也无憾,女人难忘旧情,最主要的原因之一,便是曾经不顾一切为爱付出过,付出过,终难忘, 爱情总是带着甜蜜和浪漫,而女人又是感性的存在,更容易被美好的事物所打动,那些曾经拥有的极致美好,让女人对爱情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憧憬,就像一个朋友,她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,尽管后来因为现实原因,与男友分手了,但她依旧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,她和男友在大学时期相识相爱,经历了四年的甜蜜和浪漫, 她们一起走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,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,这些美好让她对爱情充满了向往和期待,即使在分手之后,她仍然无法忘记那些曾经的极致美好,旧情之所以难忘,就是因为有太多美好的回忆,无论什么时候想起,都觉得回味无穷,人生充满了变数和挫折,在爱情的路上, 一样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挑战,例如,婚姻中的矛盾,情侣之间的误会,单身人士的孤独等等,都会让情感生活变得不尽人意,当情感生活不尽人意时,人们总会不禁想起过去的点滴美好,那些曾经的幸福时光仿佛成了一种慰藉和期盼, 闺蜜结婚已经很多年了,但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,夫妻之间的矛盾和争吵让她倍感疲惫,此时的她更加怀念起和前任男友在一起的日子,那段感情虽然也有矛盾和争吵,但前任男友总是能够哄她开心,让她忘记烦恼,她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,但又无法摆脱这种对过去的依赖和怀念, 很多时候,女人难忘旧情,是因为当下的情感生活不尽人意,心中失落,所以才对过往分外怀念,爱情是复杂的,她既包含了甜蜜和美好,也包含了挫折和痛苦,然而,正是这些不同的经历,让我们更加珍惜爱情的本质和意义,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,更好的面对现实中的情感问题,同时,我们也要学会放下过去的不快和遗憾, 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,对于那些难以忘怀的旧情,不妨将其视为人生中的一段历程,虽然它已经结束,但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和经验,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,我们可以从中学习,如何更好的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情感问题,如何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时光,同时,也告诉我们,要学会勇敢地走出舒适区,去追寻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和幸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